观点 让朱婷效力天机女排 是廊岛世界级名帅执交智慧的体现 新赛季的排超联赛即将开赛 中国女排助教包壮指导和体能师丹尼尔也一起来到了天机女排 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这代表着廊岛要对朱婷在排超联赛整个赛程当中保持高度的关注 并且努力帮助朱婷即使在相比土耳其女排联赛来说 水平更低的排超联赛打球 依然能有一个好的体能状态 而且能打出好的运动成绩 不过 虽然大家在朗岛的这些决定背后 都能明白有朗岛的智慧 但随着排超联赛的临近 有些媒体也又开始回头分析起朗岛在排超联赛开赛前 中国女排出征世界大赛的整个进程来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 很多球迷也提出 这次世界杯赛场上 中国女排全主力出战 也让塞尔维亚女排和巴西女排 从一开始 将朱婷效力天机女排 就处处彰显着朗岛的大智慧 而朗岛 无疑是对这一学问了解和掌握的最好的一名世界名帅 他的执教智慧堪称典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